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看今天的 趙孟甫 每日一字 賴志 賴志呢 我們來看他的 楷書的寫法 首先呢 三點水 然後呢 這邊 過來 一數 敲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右邊是一個複 複折的複 要把它寫挺一點 線條要有一些輕重擺動 擺動的美感要把它放進來 才不會折得太呆板 好 那增加一些連貫性 首先當然這裡 這個就不要兩撇了 直接戴上去 然後這段點就把它減少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戴上來 口字 還是有 戴上去 撇上去這裡 複著的複字 整個是連筆 出寫了 然後再來就照孟甫的 它把口字變成一個橫畫 拉上去 那左邊的三點水 當然就增加 連貫性 幾乎 是連著寫的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一點起來 兩點 三點連著寫 戴上去 中一點 然後橫畫 直接上去折筆 注意在折筆 斷掉 寫右邊這個複字 好 裡面呢寫著 輕巧 小心 寫 再一個點 好 那我們來探討一下 它更省略就是 開始把右邊這裡省略掉了 變成一個 經常不要一個折痕 變成一個一頁 一頁的 兩頁的一頁 我先想一點 好 這也是一個橫畫上去 好 一頁兩頁的頁 這樣 那我們知道 頁字可以做更省略 以及這邊 我不要上 不要這樣重新來 直接勾上來 所以呢 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比較 快速的 草 草書的寫法了 這樣 戴上來 葉子 我們說可以省略成這樣 然後最後更省略 當然葉子用 非常草的寫法 大家應該知道 但是這個字因為少用 有時候不知道這邊 到底什麼不守 所以不是很建議 因為如果常用的話 還好 所以少用盡量不要 就用這種 大家比較好辨認